人类50多年前的冒失行为已暴露地球未知 如今的人类已经大多生活在城市或者人类自己建设的定据点当中 对如何像自己的祖先一样在荒野中生存一丝 已经没有太多的了解 但即便如此 也有一些富有挑战精神的人 想要重现往日的生活 进行荒野求生 在这个过程中 人类将会失去集体的庇护 也无法使用许多高科技产品 只能够使用有限的工具 因此人类首要的手段之一 就是要学会隐藏自己的踪迹 因为我们本质上还是一种脆弱的生物 自然界许许多多的生物都能够轻易杀死人类 我们需要谨慎地面对这一切 以免将自己有心无力之处彻底暴露 尽管我们对地球环境已经有了大致上的了解 人类的足迹也遍布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已经是宇宙的主宰 因为在我们生活的星球之外 还有一个极为广阔的世界 这个世界对于我们来说 还是牧僧且无穷无尽的 现在的人类对于宇宙 就像远古时期的人类先祖 面对广阔的大自然 我们依然需要那些古老的生存手策 比如不要暴露自己的踪迹 但宇宙和地球上的环境比径不同 这个广阔的地方真的会有其他的生物存在吗 实际上从我们认识宇宙以来 这就是一个值得人思考的问题 人类在地球上虽然只是千千万万生物中的一种 但现在确实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整个宇宙范围来看 就完全不是这样了 我们生活的地球 只是围绕着太阳旋转的一颗中等大小的岩石行星 太阳系中还有七颗和我们地位相同的行星 都受到了太阳巨大引力的束缚 但即便是给予我们光和热的太阳 在整个宇宙中也是微不足道的一颗小小恒星 与个例子来说 太阳在其所在的星系 银河系中只是位于边缘的普通恒星 而整个银河系中有数百亿颗这样的恒星 比太阳更大的比比皆是 尽管银河系对我们来说已经非常庞大 但从整个宇宙的范围来看 银河系并不是最大的星系 甚至远远看去也不过是一颗星星 也就是说在整个宇宙中 有浩如烟海的天体 俗也俗不清的星系 那么在其中的地球究竟算什么 甚至连地球沙漠上的一粒沙子都不如 用比较悲观的说法来说 就算是地球彻底消失在这个宇宙中 也不会对其整体产生一丝一好的影响 但是我们自己也明白 对于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力来说 这颗微不足道的星球就是一切 地球不光是我们的家野 也是我们目前人类唯一遗知 有生命的星球 为什么茫茫语度之中 地球如此特殊 因为地球上有三种生命必须的物质 那就是水 空气和阳光 地球上的水 一部分来自于自身的储藏 一部分则是来自于外星陨石的撞击 最终形成覆盖地表70%面地的海洋 地球上的空气有着绝佳的配比 几乎没有对生命有害的气体 还有足够的氧气 能够让众多的生物呼吸 最后就是阳光的 我们的恒星所释放出来的光和热 给动植物提供了实以损损的温度环境 还让植物能够进行光和作用 为其他的生物远远不断地产出氧气 原始的地球其实并非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 它是经过几亿年的地质变化之后 才逐渐形成今天的状态 因此 我们不能说地球上诞生生命时 一开始就注定的 也不能说那些目前还没有生命的星球 在未来也不会有生命的出现 而鉴于地球的情况 我们对太空南开探索以来 就一直关注其他星球的具体情况 尤其是那些和生命产生有关的部分 比如大气成分 有没有液态水 距离恒星的远近等等 希望能够找到和地球类似 甚至比地球环境更适合生命生存的星球 人类的探索和冒失行为 上世纪60年代 人类终于摆脱了千百年来 束缚我们种种的自然条件 真正进入到了宇宙空间之中了 这时候的人类就像第一次 来到崭新天地的动物 对于一切充满了好奇 既然宇宙中有那么多星球 哪怕是完全随机 也会有一些星球的条件和地球类似 那么自然也会存在生命 存在文明的可能 但是对于当时的人类来说 宇宙对于我们是如此的畸形 我们完全找不到其他文明存在的痕迹 但是人类并不会因为意识的迷茫 就停止探索 我们甚至为了找到其他文明 做出了一些冒失的行为 第一件事就是 发射探测宇宙的旅行者一号的时候 放出了一张金账片 旅行者一号是我们上世第70年代 发射了探测器 目的是探索远日行星和太阳系之外的世界 也是一场注定有去无回的旅程 在发射旅行者一号的时候 我们也考虑过 如果这艘探测器 在将来被宇宙中的其他文明 发现会怎么样 于是在上面搭载了金账片 刻录了来自地球的信息 例如我们的文明 语言 生物 自然 等等 但最重要的是 人类还在上面记载了 我们星球的坐标 和宇宙中的位置 这一行为无疑是冒失的 第二件事 发生在1974年 阿里希伯天文台 向无影的宇宙空间发出了一条 射电信号 和旅行者一号类似 以向着外星文明 传达我们所在的位置 甚至还有人类本身的文明发展程度 和DNA信息 这些信息可谓是人类的命脉 那么这条信号的最终目的地是哪里呢 答案是M13星团 这是一个距离我们2.5万荒年 支援的星团 之所以选择M13星团作为目的地 是因为这里有大量的恒星系 恒星系多了 那么行星的数量也更多 存在文明的可能性自然更大 不管是旅行者一号 还是阿里希伯天文台的信号 对于人类来说 都是一次巨大的冒险 从文明级别上来说 人类甚至还不能够完全运用自身星系的一切 也就是说 我们还没有达到一级文明 这样的我们如果面对太空中二级甚至三级文明 那么可以说完全没有还手之力的 或许有人会说 我们发送的信号 距离M13星团不是有2.5万光年吗 就算是以最快的光速送达 那么也将是2.5万年之后的事情呢 但是并不排除射电信号在发送的过程中 被其他的文明截获的情况发生呀 人类虽然在地球上几乎可以主宰其他的圣灵 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在娱乐中也同样强大 如果那些比我们强大的文明 将我们视作待宰了羔羊 那么人类有什么办法可以逃过一劫呢 恐怕还没有真的面对对方 就已经灰飞烟灭了 因此 我们可以理解人类 想要找到其他文明的想法 但是面对一个辽阔未知的宇宙 去保留地球的位置和自己的真实情况 这样的行为可能确实有些欠考虑 或将会带来难以承受的后果 尽管现在的人类 还没有发现来自其他星球的信号 但就算最悲观的科学家 也没有办法下定论 说宇宙中不存在其他文明 因此 我们依然需要时间考虑这个问题 那就是人类文明 随时有可能迎来部署之客 虽然离我们的冒失行为 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 但时间越久 我们就应该越担心这个问题 因为这些飞行器 信号都去了更远的地方 而那是我们人类完全未知的空间 当然 也有一部分人认为 按照我们现在对宇宙认识来看 我们在短时间内 不会遭遇外星文明 如果遥远以后呢 有外星文明想要接触人类 而来到地球 那么他们面对的可能是两种结果 一是人类文明已经灭亡 二是人类文明发展到更为高级的阶段 已经离开地球 去往其他的星球居住 不管是哪一种可能 其发展的轨迹都是一样 那就是不会在地球上长期存在下去 不管是哪一种文明 终究都有自己的寿命和极限 人类文明当然也不例外 如果人类文明在未来最终消失 那么曾经发出的这些信号 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是人类存在过的证明 如果其他文明目睹了这一切 那么欲哲中至少有其他生命之道 人类曾经存在过 大概这也是上个世纪 人们向外太空发出信号和金唱片时 所想到的其中一个理由吧 这样看来 我们向外太空发出信号 实际上也并不完全是坏事 不过不管后果到底是哪一种 人类目前还需要多多努力 向着更加发达的文明走去 才是耽误之急 人类拥有地球 曾经出现过的其他生物 不曾拥有过的智慧 而且相对来说 也是一种年轻的生物 因为我们总共的历史才五百万年 恐龙这样的生物都存在了上亿年 只要人类愿意去维护发展自己的种族 那么存在更长的时间自认是可能的 但对于人类来说 最大的挑战 大概不是自然或者是外星文明 而是我们自己 人类文明在发展的过程中 需要面对的是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 我们不能用自己创造的技术毁灭自己 希望未来人类可以变得更加团结 更加高瞻远瞩吧